太平洋島國 巴布亞 牛井內亞 首都末世比港十號發生騷亂 暴民縱火還搶劫商家 造成至少十六人死亡 而這起騷亂的原因是 巴紐安全部隊人員發現薪水被扣押 到國會發起抗議 隨後騷亂蔓延到其他城市 巴紐政府是宣布 首都進入十四天緊急狀態 將派出超過千人的安全部隊 來介入維持自然 入夜後建築起火燃燒的熊熊火光 讓人看得觸目驚心 街上仍可見許多民眾趁亂打劫商家 太平洋島國 巴布亞 牛井內亞 十號發生騷亂 許多人上街縱火搶劫 造成十多人死亡 這起騷亂的起因是巴紐安全部隊人員發現 最近一次薪資入帳金額短少 不滿遭無預警減薪 發起罷工 並到國會抗議 結果首都漠視彼港 隨即陷入混亂 幾個小時後 騷亂還蔓延到北方 約三百公里的來程 巴紐總理馬拉佩宣布 首都進入十四天緊急狀態 將派出千人的部隊介入維持治安 稍後馬拉佩也將警察署長 財政部長以及多名高級官員停職 並表示政府將對暴動起因進行調查 邻國的澳洲總理 埃班尼斯表示 密切關注巴紐情勢 目前尚未接到巴紐政府 要求協助平亂 中國外交部則指出 騷亂造成兩名中國公民受到輕傷 而且有多家中國人開的店遭暴民搶劫 公司新聞這位任務地昌便宜